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一長談又和大家見面 BC省的兒童醫院 由1994年開始 天下父母心的籌款活動 到現在已經有20年了 到底這20年來有甚麼成就 有甚麼更多的需要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 今年2015年天下父母心 籌款晚會的籌委會主席 鄧麗妍女士 更同時請到梁景新先生 她已經是我們的常客 BC省兒童醫院基金的 慈惠資源拓展總監 你好 我剛才提過20年 這麼精彩的一個日子 我們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你們的活動有甚麼不同 你們的晚會有甚麼不同呢 今年天下父母心籌款晚宴 就是我們的20周年紀念 我們將會用奇妙之旅為主題 為甚麼叫做奇妙之旅呢 就是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多謝過去20年 華裔社群為小朋友努力的旅程 醫護人員和小病童 一起去搏鬥這個病魔 還有我們的移工 還有醫院的工作人員 籌款的旅程 更不少就是善長人翁 還有媒介各大的支持 我們天下父母心的旅程 最重要就是這個旅程 我要繼續延續下去 希望除了回顧過去 要展望將來 亦希望藉著這個20年慶祝的機會 希望當晚會籌到50萬 購買兩部超聲波素描儀器 還有當晚有一個很隆重的事情要宣佈 但在這裏我要先賣個關子 神秘的宣佈 對 今天星期一星期六就出來了 早點透露一點 我想不行 也不行 如果你想知道 就可以買票當晚去 當晚可以來臨我們的醫院媒體 好 趁我未跟Sunny說到其他事情之前 我終於想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晚宴 大家當然懷著一份慈善的心 對兒童關懷的心 甚至對父母的關懷的心 來參與 但今年的娛樂節目有甚麼特別呢 娛樂節目除了無聲拍壞那類之外 你一入會場就會覺得完全不同 給一個新的 可以說的 刷新的 一種感覺 還有一個令到你去到之後會有挖的 即是去完這個旅程之後 你會覺得有挖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最強迫你去說你都不會說 我也是不會說的 一定要 買了票當天就可以大開眼界 沒錯 Sanny 我知道你專職去做這件事 是 今年來的活動 他們籌款之後 是有甚麼帶動 新的方向或者新的設備 給我們介紹一下 剛才Angelo也提及過 我們今年就是為了兩部超聲波儀器 去到籌款 我不知道今年特別 我有這個 很有這個心希望 希望買到這兩部儀器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真是親身去到看到 這兩部儀器 將會幫到小孩 如何去 improve 他們的 health 很多人都會問 超聲波 不只是在大人那裏才用 尤其是譬如產婦 或是預期的媽媽 很多時超聲波都會看嬰兒 但小孩來到的時候 他們原來更加需要用超聲波 為甚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小孩 尤其是進入到緊急 那個情況 他們很多時不能夠表達 究竟他們在哪裏痛 就算他們能夠表達的時候 他們都可能未必講得太多的細節 比起成人 所以很多時這部超聲波的東西 就更加有這個需要 找到他們的病根源在哪裏 究竟是斷骨 究竟是傷到內臟 究竟是腦腦腦 或者他們傷了一些 軟軟的組織 真是很需要這部超聲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時 這個超聲波在小孩那裏 去到用的時候 我們這些超聲波的儀器 現在真是很舊 通常一部超聲波儀器 用的日期 七年 我們現在的五部裏面 我們需要補充兩部 其實所有五部都用超過十一年 當中他們的影像不夠清晰 怎樣繼續去做呢 就是不夠清晰的時候 我們會把小孩去做CT scan 去做X-ray 或者做MRI 很多時候這些測試 都是有X-ray的輻射 在當中 即是有輻射的效果 沒錯 要殺傷他們好的細胞 沒錯 或者他們要被昏迷 然後才可以做這些判斷 平時我們即使大人 要做Ultrasound的話 都要排期排很久 同時也要睡到平平的 又要去到一個特別的 一個很黑的房間 例如小孩 他們能夠用Ultrasound 用得這麼多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 特別針對 可以幫助兒童 其實我剛才也說到 那個影像 那個影像真的很重要 因為小孩 你知道他們由一個成年 十六歲 到剛剛出生 一隻手這麼大 所以這個 現在我們的需要 就是我們現在很舊的儀器 只能製造兩個極限的影片 希望我們新的儀器當中 可以製造兩個極限 到四個極限 聽說現在新的Ultrasound的儀器 是不需要你去到一個房間 是可以搭配的 搭配的 即是他們在急診處 如果有什麼事情 就馬上可以搭配 那你們今次籌款的機器 是否從先進到可以搭配的 兩部都是搭配的 那大家聽了就深光了 就知道 今年籌款的目的 的的確確是可以有一個新的旅程 但是你剛才說到 那些儀器現在夠了 所以需要大家捐款 買一個新的 就帶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 很多朋友的反映 就是我是納稅人 我年年捐了這麼多錢給政府 我MSP 我年年政府也加錢 那些錢去了哪裡 為什麼現在是兒童醫院 VGH 每一間醫院動不動 又要我們捐錢 難道這些不是政府的責任嗎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你的責任 和政府的責任 你的錢是怎樣用的 這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去到跟不同的人談 他們都有這個關鍵 其實在習近平的立場來說 政府是有給每一間醫院 就算是成人醫院 就算是兒童醫院 他們都有撥錢出去 但是他們撥錢出去 就只保證我們的燈油火納 保證最低限的 我們那間醫院可以運作到 我剛才也提到燈油火納 或者醫務人員的薪酬 都會是政府掩蓋的 但是怎樣由一個最基本的 兒童醫院去到一個兒童醫院 真是可以最頂尖的 可以吸納到全世界各地 最頂尖的醫學研究員 或者最頂尖的醫生 來給我們的小孩子 最好的判斷和最好的醫治 就是能夠我們希望 那些責任人在當中 做這個階段 在當中他們幫我們籌款 買儀器 政府未必可以幫我們添置新的 用著舊先 但是在當中的需要 我們未必能夠給到最好 最適合的判斷給小孩子 所以這個階段 就是由我們的籌款 慈善人員去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知道 每年都有一個新的目標 新的理程 而且我們也看到 兒童醫院一直在進步 就是大家的捐款 每年去定出一個目標 好像去年是Research 我記得有一年 然後幫你們一起籌款的 就是兒童癌症病房 是誰去 是不是有一個委員會 還是家長也有參與的 醫務人員也有參與 去定出每年的目標 有的 其實是由大至小 其實每年我們醫院 都有一個List 這個List 就是最重要 我們最急需 要去更換的儀器 或者最急需要 希望達到做多些Research 這個List的時候 醫院和醫務人員的人員 都會坐下來去談 究竟在這個List裡面 譬如有20個 我們頭10個 最重要是 一定要今年達到 他們就 肯定了 給我們去基金會 基金會 我們就會坐下來 我們就會把這個10個儀器的List 譬如ANJEL 或是一個籌委會 ANJEL就覺得 OK 我們基於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華人 他們在當中的 選擇 是怎樣 而是一個組織 我們在當中 都會去到 決定究竟在這個10個 當中 最急需的 我們希望 可以分到哪一個 你的工作很重要 有一個短筆 之後 你去選一個 一個 一個 你的委員會 又是怎樣的成員 以及你們 會用什麼 標準 去行量 去確定 雖然我知道 你們每年都算得很好的目標 而且每年都達到 但是今年 你們基本上 有什麼過程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重要 就是 一個 我還要看 哪一件事 他很急需 還有 他籌款的目標 是否我們能力 可以做到 在這個 活動 以往的歷史 好了 如果能夠做到 跟我們的能力 和我們的意願 當然 我很相信 歐出先生 證明你所說的 小朋友不需要 從一個病房 移動到另一個病房 哪裏需要呢 立即可以拿到 而且 又很快可以用得到 又不會傷到 病痛的任何身體 或者要他再受痛苦 才可以驗得出 那我就跟阿Sunny說 我就很喜歡 兩部新的歐出先生 我就想不到 醫院那麼大 而歐出先生 已經用多了11年 因為壽命只有7年 所以我就說 這樣的過程中 你選擇了 歐出先生 但我剛才聽到 你選擇的標準中 我最適合的 就是能力所及 也不會被社區太大的壓力 這個決定 這個標準是很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來 和大家繼續談 我們天下父母心的尋款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